首先我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Bobby Liu 是来自周大福集团的 珠宝集团 我在公司做了17年 主要是负责China的营运 和一些公司创新的事务 这是我主要的职责 在我开始分享我今天的案子之前 今天的题目是Smart Plus 在我们开始Smart Plus介绍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公司 我们公司周大福 我相信如果在座的香港的朋友 或者国内的朋友 甚至有其他来自外地的朋友 都听过 真是一个珠宝集团 它已经有87年的历史 今年是88年 我们成立于1929年 再有12年左右 我们就会迈向100周年 我相信我应该有机会 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个机会 另外我们现在在国内 国外的和国外的主要的分布点 大概有2500间门店 包括大中华地区 以至海外500多个城市 另外我们现在有大概 33,000多位的员工 在全国各地做着不同的工作 那我们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business model 我们叫做垂直整合模式 叫做Retical Integrated Business Model 那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有什么特色呢 是可以将我们所了解的 珠宝行业的上、中、下游 从这个叫做upstream、midstream和downstream 三个不同的资源去整合的 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上游的 我们的原材料的购买、开采、鑽石的切割打磨 到我们的R&D的原材料的设计 到我们的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作 以至到推出到市场零售的一条龙的整体服务 那这个是一个在行业来说 珠宝行业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公司可以做到的 那这些简介了 我不做很大、很深入的去 如果有机会 大家去我们公司参观 我再详细的介绍这部分 OK 那其实首先 在了解为何我们有smart plus 这个topic 之前 再讲多一点点珠宝行业的特性 第一 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好注重手工艺 设计等等 也都是一个 labor intense 的行业 可以这样说 我们用大量的人手制作 等等等等 另外它也是一个highly capital intense 就是说 因为其实是一个重资产头的行业 刚才有些朋友吃饭跟我说 做黄金 不要做 真的不要做 成本高 可以这样说 赚的钱少 相对其他行业 但是就稳定 那这个是我们的特别地方 另外竞争激烈 那刚才大家有些朋友跟我说 你们同行 同性的一些品牌等等的一些行业 其实是事实 我们这个行业的竞争是很大的 因为随着发展 包括中国已经开放了 差不多十七年 十八九年了 即对外开放 加上WTO 很多的国际品牌 香港的品牌 甚至本地品牌的崛起 都已经连起了一个很激烈的竞争的情况 所以会令到我们要考虑到 推出我们怎样去不停进步 和怎样可以持续发展 所以在五年前 我们推出了一个Smart的计划 是朝着可持续发展 人民的艺术和文化等等方面 去推出一个Smart 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我们在三年前再将它升级 叫做Smart Plus 也得今天我们想为大家介绍 一个怎么样 automation方面的工作的其中一部分 那Smart Plus是什么呢 Smart Plus是透过我们公司 最主要最有优势的五个方面 包括从零售网络 品牌商与 产品研发 人力和资金方面是我们的优势 去栽培和培育我们的市场 通过上面四个支柱 包括第一 我们的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我们有强大的后盾 包括我们在内地的营运中心 港澳地区的营运中心 有超过4000人的团队 为我们前线做服务 我们的市场发展 Market Development 我们的产品研发 包括刚才我提过的 有部分吃饭的时候我提过 关于我们在信德 在武汉的研发基地 另外透过我们的客户服务 和市场推广 令到港澳消费者认识我们 这些是我们通过Smart Plus的计划 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 为了人民和文化 通过艺术的表达 去打造珠宝这个领域的一个新的idea 那最后 为什么Smart Plus呢 其实说来说 我们都是希望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我刚才提过 我们的重资产的投入 我们的原材料 是受到国际市场的 包括黄金的价格 鑽石的价格等等的影响 其实我们的货品物流 是很严重的一个 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很 能够做到物流的配送 另外产品供应链 营运管理 服务质能等等 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去解决和解决 所以我们通过Smart Plus 这个整个initiative 去打破我们很多过往 传统行业要解决问题 而今天我就带了一个case sharing 给大家的 其中一个就是说 其实物流是一个 我们最重中之重的一个任务 因为我有好的产品 好的生产环节 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通过automation 我们可以用一个自动生产化 或者部分自动生产化的方式 去将产品生产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物流配送系统 其实我们的成本是很贵的 可以这么说 如果从我们一个 因为我们所有的货品 都要中央物流中央管理 centralized 我们必须经过中央管理之后 才出货去到所有的分店 确保每件货品的品质是一致的 所以整个配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而今天我带的案例是讲 怎样将物流自动化这个案例 记得你看到这个图表 简单来说 我们是高 是多SKU 小产 就是每一个SKU是小产出的 就是我们是大的 我们叫货品 是货多量少的 我们货多量少的一个特性 就是一个SKU 可能我有 只是发50件 60件 不像我们做服装行业 做电子行业 一件货 一个SKU 可能我发100件 500件的 甚至是1000件的货量 如果我们发超过 这个数量 可能我们已经做不到 那就好了 那你会看到我们里面 我有点点点点 点点点点 点点 对 给大家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SKU 平均每个月处理的数量 由12000到20000多个不同的SEA要处理 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量也很大 你发觉由几十万件到过百万件的货 这些全部是我们每个人在做的事 在这个repanishment 这个补货的系统里面 你会看到我们的高峰和一些不太旺 就是一些off season 的时间 其实相差是很远的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repanishment system 我们是会很危险的 因为做多了 成本高 你黄金宅责货已经成本了 一件金一两 现在说过万 其实是很贵的 我们如何能够做到 如何去补充改变我们整个补货系统呢 于是因为这些理由 所以我们开始打造一个新的系统 如何使我们的数据能够首先匹配到 如何使我们的补货系统稳定 如何能够做到不尽量少用人工派货 因为这几件事都是问题来的 要解决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自己的一个系统 我们首先在过去的三十年 我们做了一个叫做 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叫ICS 是已经通过了电脑系统 打通了数据的整理 确保我们每一件的 Inventory Stock-in 的货品 和我们卖出的产品 整个过程的Fullput 每一个数据都清楚 我们已经做到的了 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是automation 我只不过做了数据的收集 知道市场的反应 快速如何去补货 但是不代表automation 所以在五年前 我们发觉到有问题了 我们如果以说单年卖出超过一千万件产品 上一个货年我们卖出一千三百万件产品 在这个珠宝的数量来说 如果我们不想一些方法的改变 还停滞在过往 用一些人手执货 人手补货 人手落单 人手stock in 人手stock out 的方法 人手packaging 的方法 是不成功的了 所以我们就在右手边 这个图的右手边 我们开始进行尝试 创造一个新的 基于我们ICS这个系统 去创造一个新的 自动化仓库管理的系统 我去称之为 Sorry 这个先说 称之为ICS Logistics Automation OK 这个系统呢 我有少少片段的 这个系统我们去年 刚刚已经成功投入运作 也都拿了香港工商业奖 生产力及品质这个奖项 我有少少片段给大家看看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播片呢 对了 可以播片 不过我这样 对了 不过这样 对了 不过这样 OK 这个是我们去年拿的奖项 做的一段短片介绍这个项目的 可以大家理解几分钟的时间 理解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 手识可以欣赏一下 当然一开始先欣赏一下手识 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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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了 走出去有的了 铜锣湾很多 这就是我们现在运作的那一套 ICS的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以提升物流存货效率 我们利用无线设文设备 提高每一件货品的可追索性 确保所有出入户的货品数目 和电脑记录是准确的 领达自更精准的存货管理 从而提升营品效率 所有过程已经通过RFD去处理了 我们不经人手 到我们的存货绘制系统结合 广泛应用在存货 物流 零售的供应面中 这个carrier 组织设品技术和设备 可以帮我们收集带数据 快速地了解市场发展 顾客气候和购物习惯 从而提升服务水平 为顾客提供暂身的消费体验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于2011年12月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集团标志性品牌周大福 一直是信誉和证货的象征 并以产品设计 品质 以及价值文明 集团拥有庞大的零售网络 分店超过2300间 覆蓋500多个城市 集团发展成熟的垂直整合业务模式 能有效和谨慎监控集团的 整体业务运作 我们一直致力提高竞争力 勇于开创先行 定立行业的新标准 公司正在推行Smart Bus计划 将会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利用互联合科技 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 也会紧贴OV Channel的零售趋势 令业务可持续发展 好 刚才我的老板G1 简单介绍了我们的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是第一套 我们第一代的系统 我们建了一幢大楼 专门将整个ICS Logistics Automation 放进去 就看到右上角这幅图 其实里面的布置很简单 我们先将一楼二楼三层 三层楼分开不同的功能 从货品的存货 Auto Storing Auto Storage 到我们的物流配送 通过我们里面的Auto Sorting Product Sorting Picking Packing 全部在二楼做 前日三楼是负责一个Inventory的功能 就是所有货品在正五态的时候 都放在三楼的 这个就是整个automation 很简单的流程 但是当中涉及到 用了很多新的技术 其中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 左上角的 如果在座的 我就斑门门门门 这些很简单的 就是自动手臂 全自动化证书管理 通过手臂去执证书 执货 这些我相信大家很熟 另外关于Item 这个是比较 这两个我多讲一点 我们其实珠宝管理是Item Level 我们不是一个SKU Level Item Level 意思是什么 每一件独立的产品都有一个身份证 有一个ID 通过你的ID管理 就每一件货品的售卖 生产 追索的源头 我都做得到 那么这个最难的地方就是什么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怎样能够trace到每一件事呢 就是通过这个过程 存了过去20年的Data trace到每一件货品的整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快速反映到 现在的货品的 比如说市场买得好不好 包括我们的生产是否到位等等 这些我都可以追踪到 但是这个都不够 其实最主要是通过 最后右手边这个问题 我们也叫做RFID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知道 我相信如果再做的 对RFID不陌生的 RFID最大的问题 是和金属的interference的问题 金属之间有干扰性 特别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花了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 是研发如何使得 金属和RFID 放在桌子上 是可以不出错 由最初可能只有60% 到最后我们已经去到99.94% 这个过程里面 做了很多的overcome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变 将我们整个运作链做一些改变 就算手势不要给这个interference 影响了我们的准确性 因为如果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不准的话 券法一出 就已经不对不了数了 譬如说100件发出来 只有88件 那我就已经有大问题了 接着我就要找一大群人去盘点 因为是贵种的 如果我忘记一件卡装 里面我忘记一件卡拉钻 我可以找一群人去查 究竟去了哪个货品 这些跟过往就没有分别 我们就通过这些问题解决了 我们于是做到就是说 如何令到RFID应用的过程里面 是一个大的breakthrough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当时的评委 对我们这个项目 能够做到automation的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一个评语 另外ASRS就是说 如何能够 Auto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如何可以Auto Storage 亦都可以retrieval出来 这些是很正常的东西 那就是自动盘点 我们是不需要人手来盘点 通过机器的自动在里面 自动盘点 告诉我们有没有少了多了 等等的一些系统 另外我们可以预先上架 Preloading 也都预认知道哪些货 是准备要去做的 做下一步的工序 我们都做了Preordering 那个动作 而现在我们做到 刚才三个功能里面 最后一步 刚才我说过Auto Storing Auto Sorting 我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完成了 最后一步就是Auto Ordering 如果我做好下一步 其实我们跟着 刚才我上面所说的 这个非常难预计 unpredictable的一个趋势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 将我们预知 能够整件事 从order开始 这个就是最下一步 现在我们Auto Ordering System 已经初步成了一个Prototype 也都是准备投入运作 这个是第三步 那我也都做到了 相信通过这个方法 这个环节 就是能够希望将我们的 automation的应用方面 能够从落单 执货 然后生产 其实新环节 我没有介绍 其实新环节 有些工序 我刚才在吃饭也介绍过 我有一部分的生产环节 已经开始自动化 那儿今天我是没有带来说 但今天这一个大案 我们主要先说这个 最后 我想长一点 因为留点时间 大家可能会有问题 其实我们要解决问题 就是如何去 将我们RFID的问题解决 如何将精準度解决 如何容易操作 其实刚才来说 最难的问题就是 其实大家面对的问题 都是一样 我相信 大家做经营的 做企业的 越来越难是请人 越来越难是找到人入行 特别是广东地区 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五年前 开始进行很多automation 其实在这些automation过程 不止就是这一部分 包括我们自动伤石 自动打磨 自动的一些人手的工作 我尽可能 开始到automation 如果有机会 大家去到我们 顺德的生产基地 也会看到很多 自动化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e-commerce 虽然我每一个order 一件货 但我们都通过一些 automation的方式 令到执货的工作 容易很多 这些全部都是在做的 一些automation方面的工作 还有希望通过这些过程 能够将我们的big data 从我们的分店 和我们的R&D 完全无逢接规 这个也是我们ICS 这个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里面 已经做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 Milestone 所以今天 我简单先回到automation 反而大家 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可能想问 反而我想多些 你们想知道哪方面的 因为我们公司 比较特别 就是上中下人 都有不同的工作 在里面 在做automation 可以通过我们的Micro Product 可以和大家一起 可能探讨一下 有什么新的想法 可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甚至可以碰撞一下 好吗 我的报告 简单而直接的 好吗 反而我想多听 你们有没有question 可以大家交流的 谢谢大家 多谢